財經焦點大家要來關心的是 六月份台灣的央行 會不會跟進美國來升息呢 市場上面認為 這個狀況是機率非常高 我們知道美國聯準會 在三月的時候是啟動了升息循環 所以可以見到的是 央行總裁楊金龍 他到立法院專題報告的時候 就有特別提到 惡物衝突加劇了全世界的通膨 而且也點出了數字 預估台灣今年的通膨率 會來到2.7% 特別是在於原物料大漲 油價大漲的狀況之下 導致台灣輸入性的通膨是大增的 最主要原物料真的是長得很凶 所以站在央行穩定物價的角度 會緊縮貨幣的政策 所以市場上面就分析了 楊金龍這一席化 凸顯了台灣六月份升息的機率 是相當高 我們就來比較一下 各國主要的央行 包含像是美國 在年底的時候 預計在今年會升到10碼 那六月份的話市場上面預估美國聯準會會升息兩碼左右 歐洲的央行也預計要在今年的第三季出結束購債 要來縮緊市場上面的資金了 甚至暗示說最快七月就會啟動十幾年來首次的一個升息 那麼台灣呢 主要的話是因為我們的通膨率沒有像是歐美國家那麼樣子的高 稍微溫和一點點 但是現在全世界都在啟動升息 所以預估呢在六月份的時候 台灣的央行也會跟進來升息 只是這個幅度不太可能升到兩碼 大約是半碼到一碼左右 只是升息的部分我們就要來討論什麼 來討論房市了 最近大家如果有去看房子的話 有沒有覺得最近房市稍微的降溫 好像不像是去年底 甚至是今年初那麼樣子的熱絡跟活絡 因為我們調出了一些數據 其實不管是新城屋還是預售屋 最近可以觀察到代售的物件增加了大概有四成 也就是在市場上面很多人想要來賣 但是感覺買方是呈現一個比較觀望 再等一等看房價會不會稍微降溫一點點這樣子的感覺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在代售物件的部分 從十九萬筆增加到二十八萬筆是增加了四成 換句話說 現在感覺上有一點點從賣方市場 轉到買方市場了 就連預約看屋的之前 大家還記不記得 不管是要去看預售屋 還是預約看中股屋 有的時候週末房仲都很忙 還預約不到 但是可以觀察在四月的時候 六都當中這個預約看膚跌幅最大的 會是在臺北市 四月的話預約看屋是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六左右 其次的話是在桃園 還有在臺中的部分 月減的幅度都有來到百分之十八以上 所以現在房仲就市井了 之前過度因為這波房價往上漲 而過度炒作的蛋殼區恐怕會率先的垮台 其實對於房價來說是相當的危險的 那住商不動產的資深經理徐家興 他就有分析了 其實的確在過去甚至是去年的時候 大概房子po出來 平均大概八十幾天就會成交 但是到了今年大概要拉長到一百一十天 才會成交 這一波的房市真的是漲得太急又太快了 所以除了整個大環境 大家都在縮緊資金之外 包含像是升息 還有股市的狀況也不好 再加上你現在如果是要去跟銀行貸款的話 銀行也被金管會跟央行要求說你不要放太多的貸款 陳述要去檢視一下這個買方 他名下是不是有很多的房產 是不是投資客 所以現在可以觀察到投資的氣氛是比較低迷的 那自住客也會因為升息而開始去評估說 我真的要在現在買房子嗎 所以像許家興他就建議了 如果你是自住為主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繼續比價 看久的話 你也會成為專家級的人物 總有一天會派上用場的 而另外的話 大家都很好奇 央行會不會在今年下半年祭出 第五波的打房政策呢 最主要的話 央行有強調 這個選擇信用管制 還是有精進的空間 也就是央行其實沒有把話說死 他說一旦房市過熱 或是特定地區過熱 都不排除針對這些熱區 進行第五波的打炒房政策 以上的財經資訊提供給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 包含孕婦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保氣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